之前我們有節目講過 因為英國的關後庭出了一個謎理預算案 會令到英國樓市有些虛火 當時他出來了的時候真的有虛火 不過我也猜不到一件事就是 虛火了幾天就立刻極速轉向 我最初也打算要等幾個月 應該也有個小陽春吧 結果不是 專家說的話立刻立竿見影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在英國他們買樓的利息 借房貸的利息、按揭利息 是突然間出了那個謎理預算案之後 就是暴升 其實就是 有些銀行明明批了貸款給人 其實就是 本來理論上 這個市場 就突然之間是貴了很多 借錢的利息 當然現在 現在他們 在英國的情況是不樂觀的 因為其實他們 都是很糟糕的 因為年初的時候 他們借錢 就算你定息五年 都是三厘以下 其實很便宜的 現在那個數字 就去到差不多五厘 那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迷你 那個叫什麼 迷你 預算案出來了之後 它又還爆上去 那個利息 那麼 這次是大到 大到不得了 令到 有些人 基本上 本來是買 打算買屋的 都不買了 那麼 很麻煩 現在的情況是 英國是 但是 有人很開心 有人歡喜 有人受 現在美國人 當然他們看到 哇 那些房子便宜了這麼多 現在是有些 美國人 就去 英國那裏買樓的 這個是有這樣的情況 那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當然 都是打算搏它 不會 這個英國 不會收皮 那麼 便宜價買了之後 高價呢 就可以買出去 現在看到 英國的情況 就 對於 BNO 未去的BNO 或者有現金的BNO 就很好了 現金還要不是英鎊 還要是美元現金 或者港幣現金 現在他們的專家 就出來猜了 猜 就是 樓價 就可以 可以 可以 有些專家 現在 我講幾個專家的數字 一個專家說 樓價至少可以跌百分之十 即是一成 有些說可以跌成半 即是百分之十五 有些專家說樓價可以跌到兩成 即是百分之二十 那 你 跌加的效應 對於美元來說 這個 就有一個跌加效應 因為 對美元 已經跌了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樓價再跌百分之二十的話 那 基本上 差不多是半價買樓 對於 持有美元的人來說 嘩 你是不是很棒 令到 現在那個 這個 未去BNO祖國的BNO兒 就有一個誘因 是搬去BNO祖國 這個是極大的誘因 那 現在 還有一個 問題 就是 在英國 他們 現在的 買了 即是簽了買賣合約的人 他們 現在都很擔心 尤其是賣家 那些賣家很想鎖定 去賣樓的利潤也好 鎖定的價錢也好 那些買家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們鎖不定 按揭的利息 鎖不定 最初批了給他們 但是 因為現在 到簽約的時候 正式簽約的時候 那個按揭利率 就升了很多 那 那就糟糕了 那麼 ChipLow就說 BNO祖國 一線成線才能保持高樓價 這個是是的 其實 所以 為什麼之前有很多BNO祖國 去到一些很偏遠的地方買樓 就是 因為倫敦是太貴 那 現在的情況是不妥的了 那 DADA就說虛火變扯火 現在 虛火都沒有了 已經完全熄滅了 基本上 基本上是完全熄滅 其實 其實 他們 那個 買樓的 合約 即簽的合約 銷售協議 其實 在那個 迷你的 財政預算案出來之後 突然之間 是多了一條數 是多了很多 但是 現在 多了出來的那條數 能不能夠 真是可以 造成一宗交易呢 其實 就未必 可以 現在的情況就是 因為 有可能 他們買家 就借不到錢 現在的問題就是 之前 他們最初 銀行那裡 有些批了 那些 應該是借到的 但是利率太高的時候 其實 等同是借不到的 現在的情況是 一月的時候 其實 現在回頭 一月的時候 之前我們說過 他們的樓盤看起來 都會升 因為那時候 報出來的 利率 在英國 是1.3%的 5年固定的 公樓利率 現在的數字 就去到差不多 4厘了 那 那個利息 其實基本上 已經是三倍 你算一算就知道 現在 是 很麻煩的 當然 有些人 在低位 那裡 就是按揭 譬如 2021年的時候 他做 兩年期 定兩年期 那2023年 他又要重新再定 那 供樓的成本 就會增加一倍 有些人 增加百分之81 有些人 所以有些人是供不起的了 就是英國的情況 如果 那些人是供不起的話 又會 就是 做到一件事出來 就是 那個 樓 又會 供應在市場那裡 是那些 銀主盤 所以 英國現在 不是這麼樂觀 就是這樣 但是當然 如果你要去BNO做BNO兒的話 BNO做過做BNO兒的話 你也是要 有個地方落腳的 有個地方落腳 那 如果 房子便宜的話 其實買是值得的 那 現在的情況 看起來 未來這幾個月 就會有大量的便宜貨 在英國出現 看起來 那 那 對於BNO兒 未去的人來說 或者去到那裡 現在 都未買樓的人來說 真的是一個 福音來的 就是 香港人 整體來說 情況是挺足夠的 這個情況 是 四方國職 你也說得對 BNO人是全負貨的 所以他們根本 就不受利率影響 其實 他們有機會會接判 強姓說 換手上就是真的 我告訴大家 我是不認為會換手上的 我告訴大家 老實話 是 換手上是沒有可能的 我跟大家說 現在這樣的 亂局 沒有人肯做的 你想想 這樣這麼嚴重 這樣這麼嚴重 是不是真的有人會出來 我把他弄好 現在這個關後庭 搞了這麼嚴重的事情出來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 有個人出來說 我會搞定的 我會弄好這件事 坦白說 英國的政棍 他們沒有那麼有承擔 其實就是 他們不會那麼有承擔 說句老實話 他們沒有那麼有承擔的時候 他們現在是會 由得卓衛斯繼續做下去 除非卓衛斯 他頂不了壓力 他自己搞定自己 他搞定自己 他搞定自己 就不一樣 他引咎辭職 就不一樣 但是 老實說 我覺得卓衛斯 他也會硬頂下去 因為 他現在搞出這個大頭罰 其實沒有人肯接盤 沒有人肯做的 其實 其實就是 拖得車就說 搞法會令英國人更加討厭BNO 他們的行為 跟當日內地富豪 富汽買港樓一樣 那些人只會覺得 BNO搞亂樓市 坦白說 英國從來都有人 是憎人富貴 厭人窮 尤其是在 鄉郊地方 其實鄉郊地方 很多物業 他們賣出來 現在都不是賣給 本身在鄉郊地方住的人 他們就是賣給 一些在倫敦做Banker的人 我說一句真話給大家聽 做iBank也好 做傳統 倫敦做銀行 普通銀行的人也好 其實那些人 就很有錢買樓 但是 在 英國鄉郊地區的人 其實打工 十年都不會有首期去買樓 真相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一向 都是有說 倫敦人是怎樣怎樣的 就是一向都有 尤其是那些農莊 他們有些農場 不是很大的農場 其實到最後 都是被 在倫敦做事的人買了 因為 你在農莊做事 根本就賺不到足夠的錢 是養著自己 是不行的 始終都是要在城市那裡打工 再把城市賺回來的錢貼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這件事在英國很久了 所以你說會很討厭BNO 很坦白說 賣的人就不討厭 買不到的人就討厭 這個世界從來都是這樣的 其實也是這樣 沒辦法 四方過姐 你就說 卓慧斯這天都在抗中 他們沒有辦法 坐在他的位置 他一定是要說一些最激的說話 他是沒有辦法的 這是現實來的 現實情況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我也想跟大家說 如果說 憎人富貴厭人窮 其實全世界都有 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認為全世界都會有 那當然你說香港人做 會不會很討厭香港人 其實一向都 對唐人都不是很友善的 其實如果 說真的 如果英國對唐人要負責任的話 1997年的時候 就接了所有香港人過去 那他們有沒有他們都沒有 對不對 是現在弄了BNO出來 對不對 之前都沒有承認BNO是英籍 現在還要弄5加1 對不對 那當然 說一句老實話 BNO他們 現在是會帶動到英國的經濟 所以 他們都很現實的 我都說一句老實話 給大家聽 因為其實英國都不想 自己的物業市場 倒塌 說一句真話 你說英國老是想不想自己的物業市場倒塌 他們都不想 他們都是要有外來的錢頂住的 所以你說他們會不會很討厭BNO 又愛又恨 我才能夠說 一定是這樣 其實 你如果說澳洲的情況 他們說真的 都是有愛又恨的 對中國人 中國人都是Full Pay買樓的 都是有愛又恨的 他要頂住那個樓價 他不頂住那個樓價是不行的 其實是 那滴丁就說 好像之前香港人 大陸人 慘過在香港樓 其實 這樣說 香港人 是 怎麼說呢 講這些話的人 其實就是那些本土派 現實 我們都說回 如果你一個社會是開放的 還要是金融城市 你的樓就不可能 說些話可能是很不合聽的 你都不可能說這些樓 只要賣給香港人 這樣 我講句老實話 你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 你的樓只可以賣給香港人 這樣不妥 你可以把樓市隔開的 就像新加坡那樣 新加坡人就住總屋 外來的人就去買私樓 你可以這樣的 但是 香港政府也沒有搞總屋的事情 現實是 這個是不是特區政府的問題 坦白說是曾蔭權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 到現在都解決不了 而且你一搞公屋政策 公屋也是另外一個挑起社會矛盾的東西 因為正常香港打工的人 都申請不到公屋的 這個就是 香港為什麼這麼多社會矛盾 其實我們之前在節目裡解釋過 有很多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會把香港撤回來 但是 你自己想想 有很多事情 根本不是一朝一夕 製造出來的問題 現在那些政客 或者政棍 他們繼續說要增建公屋 其實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覺得 增建公屋對自己沒有影響 沒有關係的 對自己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才會有行政會議 植物人去救僵 說在粉嶺高求會 在公屋我們都不會支持的 現實就是 政策有很多長期的問題 都是沒有處理的 老實跟大家說 我對李家超 一點期望都沒有 我不期望李家超會處理這些問題 我從來都不覺得 李家超會處理這些問題的人 李家超不讓地下司令推下來 現實已經很幸運 這些長遠的問題 是要找一個 能夠處理香港長遠問題的人 上去坐這個位置才行 還有 我有生之年 我都覺得 是看不到 是有人可以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的人 一定是被地下司令搞死的 老實說 如果地下司令還在搞這些事情 讓他們這樣搞的 我告訴你 香港沒有好結果 我講句老實話 其實根本 香港的問題 從來都是地下司令的問題 現在地下司令 你根本都控制不了他們 其實沒有人控制到地下司令 那些地下司令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其實就是 地下司令是沒有人制衡他們 不是控制 制衡也制衡不了 講句老實話 所以你說我悲觀 對香港 有人留言說 對香港很悲觀 其實你看到現在的方向 發展的方向 地下司令在搞什麼 做什麼 你是很難樂觀的 我講句老實話 真是很難樂觀的 如果你說 好像鄭德華 2047之後 我覺得 都很難的 其實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現在想為國家 想為香港做些事情的人 現在都是被人打得很厲害的 被人狂打得很厲害的 其實現實就是這樣 你看看習主席 其實說真的 現在堅持動態清零 其實是為全國人好的 我覺得就是 我到現在都是這樣看 結果都是被人打到一動都沒有 現在都是 現在是很麻煩的 所以 好了講到這裡 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 我們應該不會加時了 算了 今天的節目來到這裡 明天 尋光第一線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我不能見 不會 你不擔心 明天 人 我 明天 都是 我 來 明天 如果 誤其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